即将开始讨伐蜀国 仲达 说说当前的情况和你的计策 是 刘备死后 诸葛亮肩负起了蜀国的国政 我方收到情报 诸葛亮目前正卧病在床 而且 刘备的继承人刘善 缺乏声望 据说蜀国上下全都人心惶惶 也就是说 现在蜀国内部陷入了危急 我们应趁此机会兵分五路攻打蜀国 将其歼秘 这便是此战的战 第一队是陛下率领的主力部队 第二队是南中的孟霍 第三队是枪族 第四队是上庸的孟达 然后第五队是孙吴的军队 司马懿大人 吴国孙权真的会展开行动啊 他们就不担心蜀国灭亡后 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吗 确实如此 郭怀 因此 此次讨伐蜀国 也是观察孙吴洞上的大好机会 孙吴会如何回应我们的请求 我们就仔细地认清孙吴的真实心意 哦 无愧是司马懿大人 居然考虑得如此长远 那么 事不宜值 我这就去做出征的准备 如果蜀国真的就此灭亡 那司马懿的权力只会越来越大 我们的立场也越来越危险了 必须想点对策出来 别担心 这还不好办 只要撑兵 拒绝出兵不就好了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不是一切都能随心所欲 刘备以王 现在正是灭亡蜀国的大好时机 仲达 来展现你的韬略吧 是 我们的目标是成都 从五个方向包围 一鼓作气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 就让我尽情欣赏他的失败吧 听说之所以曹丕大人能成为魏帝 全靠您在背后默默帮助 相信您一定能实现曹魏的天下 我们也会全力支援您的 在新帝的领导下 魏国局势十分稳定 处理了内忧 果然颇有成效 有了你的帮助 我们可以放眼外界了 现在只要思考 如何殲灭蜀国便可 我也愿意为了夫君竭尽全力 就让我来治疗那些伤员吧 但是道具似乎有些不足 哎呀 哎呀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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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地也列入我的计策之中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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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足够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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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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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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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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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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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